技術我們了解了對不對 好啦 安眠藥 OK 現在的本二蛋皮的 那個激轉 它基本上是抑制我們皮質的作用 皮質就是我們控制理性的部分 也是睡醒的一個中樞 那皮質的下面有一個 就是我們以前長講邊緣系統 邊緣系統控制的就是我們的 所以當你吃了安眠藥 又沒立刻睡覺 你的理性的控制力會變差 這部分有點像是喝酒 當然激轉不全然一樣 可是可以用這樣解釋 所以你變原始的衝動 你就會表現出來 所以就會像愛麗絲一樣 土真言 說別人很帥 或者是說我平常看某個人很不爽 我喝醉酒 或者吃安眠藥我可能就打他 或者我很喜歡誰 我可能對他動手腳 對 那是因為我清醒的時候 我只好不能這樣做 就是大腦皮質在作用 被安眠藥抑制之後 如果我不立刻睡覺 可能就會做出這種 所謂原始的衝動 但是像小潔 他說他自己把手機給關進音調 他會有一些那種 下一次你自己不曉得 自己在做什麼的行為 要效還沒過嗎 其實這個東西 當然是要效沒過 還是遲到結果 可是我們人 在控制你的行為 跟控制記憶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吃了安眠藥之後 你還是會有一些 基本的行為能力 但是你的記憶 因為受到抑制的影響 就會忘記 所以事實上吃安眠藥 很多人也會開車去撞車的 基本上開車也是可以 直開亂七八糟 所以他可能會做出一些 你自己也不曉得的行為 就像我們臨床上也很常見 很多女生說吃安眠藥沒睡覺 就在打簡訊給他心儀的男生 就跟他告白之類的 你不知道 你不曉得 他自己不知道第二天醒來 他 差得怎麼樣 跟喝醉狗的狀態一樣 有點像 類似這樣 親眼看到我媽 就是她吃完安眠藥 她有跟我們說她吃安眠藥了 結果她過半個小時 自己從房間裡面走出來 然後吃東西 對 吃東西 然後我們就一直叫她說 媽 你不是說你要睡了 媽 你不是說你要睡了 她就說不理我 然後就像遊魂一樣 就自己拿東西 原始的衝突 然後吃就吃吃 然後自己又回去睡了 他聽不到我們講話 結果我們隔一天 就覺得太好奇了 我就說媽 我們久久跟你講話 你還去玩拿東西吃 他說 不知道 OK 我想我先解釋一下 所以吃安眠藥 就是我們指的是 我們那種標準醫師處方的 那種本二蛋品安眠藥 是一定要立刻睡覺 千萬不要去Seven說 藥效還沒發作 有時候你去Seven入讀中 他是把上司半個小時就要 有時候你搞不清楚 每個人的快慢不一定一樣 半個小時是研究的 統計的大數法則 其實吃了就要躺著嗎 有人短一點也可能沒效 所以基本上吃了就是要 準備睡覺 就是要準備睡覺 這是基本的 好 那至於說安眠藥有沒有 什麼作用 或者是說 它成癮性如何 其實它現在在健保署規定 它是低度成癮性的藥物 所以你在服用安眠藥的時候 要幾個重要的原則 你大概要注意 你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遵照醫師指示服用 不要隨意增減 因為我們很多人吃安眠藥 我看到臨床上很多病人 就很多個案 他會覺得說我睡不著是一種 意志力衰弱的一個表現 所以晚上我還是想要 試著把它睡好 真正睡不著 拖到兩三點才要吃 那這個基本上你沒辦法 因為你吃藥之後 如果立刻睡著 可以建立一種 上床睡著的這種制約 可是我如果繼續躺上 還是很久的時候 這種制約沒辦法形成 因為你吃安眠藥 基本上我們只是建議一個 短暫的服用 然後慢慢當你這個制約 形成之後 就我剛才建議第二點 你就不要長期服用 你大概三週到一個月 你就開始要慢慢得減藥 會不會到了一個月之後 你已經變成依賴它了 會 這我們要講依賴 其實依賴在醫學上的定義 它有幾個基本的要件 一個叫 耐受的意思是說 藥越來越沒效 你會越加越多 對 第二個叫借斷 借斷就是說 我不吃會不舒服 那基本上 長期服藥跟依賴又是兩回事 今天我剛才提到說 譬如我欠人家一千萬 我很難奢望我吃 安眠藥一個禮拜 我就要一覺都睡得很好 所以壓力源的解決 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那你壓力源沒解決 你可能造成憂鬱症 可能造成焦慮症 或其他精神疾病 你當然就會睡不著 所以你不能只處理睡眠的問題 陳醫師 我看到很多人吃安眠藥 他們一開始醫生是開半科 可是他們吃了兩個月之後 他們半科已經睡不著 他們就吃一顆 然後我看到他們其實 在短短一年之間 他們從半科的量 變成一顆半的量 一顆半還算好 你的左後方 幼幼媽三顆 三顆 妳那醫生開了嗎 不是 就是照理講醫生 一定是開一顆 對 一定是開一顆 而且醫生會告訴你 一顆沒有用 你就不用那個 只要換藥 我真的睡不著 我真的是從半顆 慢慢增加到三顆 然後我的心臟原本就有問題 我也因為吃這樣的 吃藥的 吃安眠藥的關係 我的心臟其實變得更嚴重 我譬如說原本一開始 去檢查心臟的時候 我只是輕度的退化而已 我現在變中度以上的退化 然後後來之後 當我已經開始有幻覺 跟幻聽的時候 我家裡人被我嚇到 覺得我們家是鬧鬼了 然後我才開始想說 我要把這個安眠藥戒掉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一直睡不著 我就想說那我乾脆喝酒 配安眠藥 讓他加速變快 然後但是真的很可怕 我真的要 不然妳人家吃完的時候 是怎樣 會 我其實就吃完就開始 真的我不知道自己來幹嘛了 不是我聽說 除了會失去 你就是好像對腎是非常 那會要命的 之前菜頭哥有一次就是 可能不知道怎麼樣 就吃安眠藥 吃就睡不著 就想說來喝酒 就會有後來被送急診 因為差點掛掉 然後腦部被送過一次 他自己講的 他自己講說他媽媽 你這個小孩 黑人咀嚓 你黑人咀嚓 因為我不是 我是因為 不知道狀況 對 那到底為什麼 到底為什麼量會越來越多 沒有啦 我想剛剛他應該是沒有遵照 醫祖服用 因為醫生看一科他吃三科 第一個 其實我們很多 醫學上的研究 其實現在最主流的看法 其實你的失眠 都不單純是睡眠的問題 你背後牽涉到很多壓力 跟情緒的問題 所以你沒有處理 你的壓力跟情緒 只是安眠藥 當然是不行 那剛才提到喝酒 那更是大忌的 因為剛才 我知道 主持人也提到說 你喝酒時常半夜會醒來 就是因為你喝酒 在酒精退了之後 它會有一個反彈作用 你半夜會容易早醒 酒精跟安眠藥 它會起加成作用 所以基本上是不建議這樣 而且我要說大家 其實安眠藥 並不是只有剛才講的這一種 剛才講的這一種是 現在有些比較新型的 就是針對入睡困難型的 我們讓他促進他入睡 可是有很多人他不一定 後來這一種藥沒用 他可能會開別種的 所以臨床上 你可能甚至聽到一個人說 我一次吃50顆的也有 他是怎樣 他是別款型 然後他怎麼 他們為什麼會一次吃到 後來這麼多顆 他說他就是那種壞習慣 我吃了之後不馬上睡 手來走一翻 感覺睡不著 再來一顆 然後又覺得睡不著 再來一顆 有一個醫生說 他臨床上就有一個老伯伯 他真的可以一次吃到50顆 一天 你覺得說50顆會死 他也沒死 他就是可以這樣吃 可是這就很可怕 因為另外這種 最近為什麼會被引起討論 其實就是我們剛才講說 那個入睡促行 原因是因為他其實